自己选的爱逗 灰着也要粉丸 最喜欢的起床时间是几点 下午 下午 小午不许是不得 但是是下午 他们拒绝早起的样子 是在演我吧 每天早上 凡是七点钟的起床呢 这都是八三点 几点 对啊 原因是八点三就跑了 你连早起这个难题都克服不了 追什么女孩啊 我可能会数个名 早起确实挺难克服的 早起挺难的 对不起 我克服不了情况 我也不行 年车点 我觉得 咱别早起 别早起 咱别早起 我的耐心 我的笑声 我的语言系统 这是什么 是那个六千米的锅子吗 六千米的锅子吗 我的身体状况 你现在说 闭嘴还可以不冷 我说实话 你在这位上坐 那不是 在晚上的事情 晚上就冷了 真的冷 我的反射弧 那就是 你看一下 然后就很喜欢小马铲 我吃多后做的事 我的脾气 干嘛啊 我的夸人方式 你有病是吧 我听到八卦 我眼中的自己 别人眼中的我 我的精神状态 如果我一听不吃 我叫我就会死掉 再三下来 吃不吃 我就会死 我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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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哈哈哈哈 我追星期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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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铲 太好了 太好了 小马 小马 啊 王铲的小马 真兵 还这样这么好 不懂就问 你们马夫 是被军事化训练过吗 这也太统一了吧 我最想对时代风景说的话 如果其实今天特别好奇 你问出来干嘛 因为问出来也解决不了 问出来也解决不了 果然一个团的迟早一个样 是粉丝都认不清的程度 可不可以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我的一流宝宝 那是姜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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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铁 那是姜朝鲜和马家铁 黑黑黑黑 这是姜朝鲜 你不认识 啊 嗯 哎哎哎哎哎 我都忘了 到底什么才算 哎 说白了 哎哎哎哎哎 是在堂死 我们之间的空白 什么 你想玩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玩 你也很厉害 这是什么搭配 这瓜香 这瓜香 他真香 时代风君是专门培训过怎么做MG pose吧 马哥和小宋在跳完可爱版男儿歌之后 还没有忘记大传奇版绝美MG pose 三代在表演节之后的pose上也发出中中的喘息声 还互相提醒快呼吸 呼吸呼吸 果然MG pose的奥义是呼吸 我说亚轩这不就是又涉孔又白烂又不得不汇报工作的我呢 PPT得做 要做的什么样 老子不在乎 我做的好简陋 要汇报的东西一挪起来就像立马摆烂 然后大家这里看一看 表面云淡风情 十分内心紧张的固形 把我东西给买掉 这是我的精神之后 我要被网友总结 印图1笑死了 印图1参加完选秀 选秀没了 印图1参加完超新星 超新星没了 印图1参加完腾讯年夜饭 腾讯年夜饭没了 印图1上完威亚直播间 威亚没了 印图1上完快乐的美营 快美也没了 印图1走完 微博之夜红毯 微博之夜红毯没了 印图1被刘大水爆料 刘大水的号没了 总结 印图1永远赶上吃最后一口饭 实在风俊不找他当摄像师 真的太亏了 下面是狮子 这哥居然都这么拼 风俊你们惭愧不 三楼你们玩的真的花 三年前的外出伪装石 真的还蛮形态个异的 我不说大家知道这几个人是谁吗 三年后哥儿姐的踏实拓展外卖行业 美团闪送顺风应有尽有 为了细节有人让自己变股 有人给自己脚下头油 有人让自己变得更脏 而有人变成了真正的顺风小哥 伪装成功的小苏 甚至混进了粉丝人群 都没有被发现 谁在外卖人没有外卖香呀 哦我家的呀 那没事 你们复说顺的伴舞 这是极限职业 他们甚至还要在后边看颜色 紧急修改动作 Oh my god 这是什么看演唱会嫌弃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手机 我真的很心动啊 整个会被龚军笑死 关于龚军凭手速 做李永浩演唱会第七排 而龚军安保拼人脉 做第一排的故事 我那个安保老师 他认识了文浩哥的安保老师 然后我买的票号是第七排 安保老师说 送我安保老师第一排的票 第一排的票老师 你的安保老师在第一排 对我在第七排 我会变成了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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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下来找你 马上 老师 我要给粉丝粉丝送礼物 老师 可能下来不方便 是誰 恭喜手 OK 恭喜你 然後 等一下 回去 等一下 等一下 就是 然後我給關了黑色禮物 那 可能確實不方便 好 沒事 沒事 OK 那我想給大家送禮物吧 拜拜 啊 就今天 你們兩個聽過老師 直接上來 啊 啊 啊 其實老鼓的姿勢太多了 有人送給我了 哈哈哈哈哈哈 笑死因世界分析性 到底誰是保安 我想要住進你心裡 咱就說如果是這個 想要依人的感覺的話 那我也想去當保安 看了侯明浩的回答突然誤了 我不懂啊 可能我的審美 跟女生的審美不太一樣 我覺得就是我這樣會 嗯 多美人 好看一點 對吧 但女生認為是這樣 所以我們平常看到的男明星自拍真的不是在敷衍我們 他們是真的覺得這個角度帥 哈哈哈哈 笑發財了 馬家琪你別太演我上下班時的狀態了 上班時就是一整個嚴肅 劇場全開的狀態 工作時遇到好相處的同事會親切有愛的打招呼 馬家琪 好玩意 想你吧 好玩意 終於等到了下班時 那就是一整個放棄自我 腳步都透露出喜悅的心情 就問誰不喜歡下班呢 給我小馬點面子吧 把招呼 meng討好